哈啰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在刚才不久前 官方的推特正式把愤怒悟空啊 权力大王的极限战觉醒的能力给放出来了 还有就是这一张技术的库拉逆奖最终心态 他的极限战能力官方也放出来了 非常非常的强势啦 然后除了这一点之外啦 目前整个推特那边就发生了 像上一次隶属的蓝贝免费战神 极限战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啦 就有大量的玩家在上面验上 刚才我稍微看了一下 目前留言数已经达到2000多了 然后我回去找回了之前隶蓝贝的留言啦 那时候是达到了3000多则 这一轮已经到了2000多则了 在愤怒悟空的极限战能力下面 一直要官方修复 然后今天早上做介绍的这个愤怒悟空跟权力大王 大家大概已经知道了 可是愤怒悟空在他的激怒效果那边 我们就没有特别看到他极限后的能力啦 这边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他极限战之后的那个被动啊 就是激怒之后啦 速气翼会转换成利气翼 然后属性气翼啦 随即一种类啦 除了速气翼跟利气翼以外转换成红气翼 让这个愤怒悟空在激怒之后比较好开到超必杀这个样子啦 应该说比较容易去开到他的那个12期的必杀 他的效果是一时攻击大幅上升跟超级特大伤害啦 这个威力应该算是蛮强的啦 在激怒过后的角色来说 大概我看那个试用那边好像到300多万 不算差了啦 以激怒而言 而且激怒的主要用途我觉得主要是拿来过度回合 比如说这一轮那个敌方的攻击顺位不是那么漂亮 我们自己的阻止不是那么漂亮 或者像那时候我打异星龙的时候遇到的情况 我们可以确定他的必杀时机在什么 那时候我们可以用激怒方式啦 skip掉那一回合的必杀技 他的功用大致上激怒的功用大致上是这么个样子啦 那么这边悟空的功用大致上就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啦 然后这一次主要来介绍的是我们的 科拉逆奖这一张技术的极限Zack觉醒嘛 他原本的能力就有一点点的普通啦 不过极限Zack之后非常的猛 甚至可以说是抢掉了之前限定的科拉逆奖 提鼠的那一张的工作 毕竟是同名嘛 于目前来说防御力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这一张科拉逆奖的防御力确实有达到标准啦 那么这边的话大家稍微来看一下吧 极技克威拉最终形态 他极限100%之后 攻击16000 然后防御10000 差不多就是极限Zack之前限定卡的数值啦 然后队长技的话是没有什么特别 数据体属性 气力加3 血攻防 80%提升 这么个样子 必杀效果就很不错啦 一回合攻防上升 然后超特大伤害 中缺力气绝 这一方面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有攻防上升 然后又可以中缺力气绝 在战斗路上也好用 在我们的场馆也好用 因为对于他这只角色啦 不是从每个角色都一样啦 然后被动方面 自身的气力加2 攻防150%提升 这一年的一般石丑卡极限啦 大部分官方都会给到这个基础数值在这边啦 然后必定追加攻击 并且中缺力必杀技发动 这边的话就跟我们的 LR库拉逆奖一样啦 就是很爱追击啦 应该说库拉系列啦 科威拉系列啦 都蛮爱追击的 一直不断的追 那个连击连击连击 这样子 是还蛮不错啦 通过这一条被动 我们这一位库拉逆奖 单回合最大可能性是三连必杀啦 然后攻击的对象处在气节状态的场合 超高确立会心 不过这个大概只有在战斗路 战斗路上会比较好用 然后用来打异星龙 第一个关卡的时候可能可以用到 可是因为它是技术 带气打异星龙可能有点压背啦 然后再来就是每一次发动必杀 攻防会提升20%最大50% 只要发了三次必杀 它的能力就会跌到满 如果是可以当第一回合出登场 被动跟潜能点完整发挥 所以都是必杀必杀必杀 那么一回合它就可以跌满啦 好 最后的话就是 名城苏悟空的敌人存在时啦 当然就是不包括Junior跟鸡牛啦 限定一次使攻击的敌人必定弃绝 老实说这一条能力 是没有什么作用 我反倒是希望啦 可能就是名城苏悟空的敌人存在时 再多追击一次普攻 我还更开心 因为多一个普攻啦 我们就更多一次激励 来触发我们的潜能被动啦 潜能连击 这个样子 不过它没有就没办法啦 官方就是做到这个样子 这就是它的整体能力 然后基础的最大加成 攻击满被动的时候是有275%啦 没有到特别特别的夸张 但是以一般4抽卡来说不错啦 然后防御在行动之后388% 如果可以开到两次必杀 可以达到500%的防御加成 还可以接受 因为这张科威拉的话 它的连接非常棒 跟那一张Ur我们的限定立佛格 变身佛格来说 是105%的攻击加成 跟50%的防御加成 而且立佛格还会捕住它30%攻击 这边是最Mesh的连接啦 如果是去到比较其他的话 可能只是重点就是 要连到那个Boss Character的一条连接啦 25%的攻击这是一定要有的吧 那么大家稍微看一下吧 它出登场的时候 现在有200% 我们直接看200%吧 出登场攻击 我们就第一发必杀嘛 410万 然后防御在行动前 是23.3万 然后行动之后 36.3万 这个的话 还蛮不错的哦 行动之后就36.3万 基本上 已经是直逼我们的提佛格啦 就是提鼠的那一张限定克威拉 在同样的条件之下 就是跟立佛格跟做连接的情况下 提佛格被动跌到满了 也才37.1万的防御力 而我们的这一张技术的佛格 诶 开了必杀 出登场开了必杀过后 36.3万的防御力 嗯 这个样子对比起来 以我们现在比较重防御的情况下 这一张绝对会是比较优先来使用 虽然说输出力度还是提佛格比较高啦 但是这两张同样啦 都是单回合三发必杀可能性的角色啦 所以就 没有说谁比较优秀比较 比较差这样子啦 然后在被动满的情况下 攻击615万啦 如果只是单发一发的话啦 如果我们真的是非常幸运啊 做到三连发的话 蛮给力的哦 615万 644万 673万 可以达到1932万的单回合输出 这还不算第三号位 如果还是普助的话啦 只是单单就是来自利弗格的普助以及连接 嗯 相当相当的狂啊 在攻击上面 这一张我觉得是绝对要练的啦 你不能说他弱 这绝对不可能说他弱的 这个能力这样子 以一般式抽卡来说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啦 OK在防御方面嘛 行动前 34.9万 跌满之后 然后行动之后 45.4万 就是开一发必杀 如果 轻轻连到二连必杀 有55.9万 如果再连多一次 又可以再加多11万的防御下去 就有66万这样子到67万的防御力 三连发的情况下 不过 这一个可能性是 还蛮低的啦 不会常常遇到 所以就 只计算到这个两连发 我们会比较时常 会议得到的情况 整体来说 这一张佛格 我个人还蛮满意的啦 尤其是对于 没有抽到 M2D佛格的人来说啦 这一张 这张可以稍微代替 然后满足我们三连必杀 多多一次连发必杀的那种快感啦 这一张不用说啦 绝对就是 主连击 主连击副彗星啦 因为它是技术嘛 所以我们给到它15连击 11彗星 再用技能力 把连击稍微推高 彗星的话 如果是最后的 金技能力 可能就用双 双种类嘛 连击加彗星 稍微拉高一些些 这个样子 用来增加它的输出就好啦 嗯 大致上就是这么个样子啦 这一张角色 还不错 嗯 我个人觉得还蛮 蛮ok的啦 而且对比回 憤怒悟空来说 好像还更简单来使用 就是 即时会获得比较强的能力啦 即时效果会比较高一些些 憤怒悟空就需要一些些的暖气啦 嗯 然后权力大王的话 就需要虚神一点自己的血量 它才会变到凶猛无比 哇这一期的三张角色 极限jack啦 我个人应该会比较偏爱这一张 克维拉啦 然后第二应该就是 悟空吧 毕竟 悟空 还是帅啦 哈哈哈 妈妈妈 不以能力来说啦 如果以能力来说 还是这一张 风格是我第一选啦 风格是第一选啦 妈妈妈 主要是大家来稍微看一下 这一次极限jack的这一张 技术克维拉的能力啦 OK 那么这一次的介绍 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加玛塔尼